发信号弹挑衅 男被砍三刀 一向血迹斑斑 现场喊遗留刀线 让人喊毛直述 高市街头昨天发生一起疑似蛊惑仔寻仇召砍案件 警方调查 昨天凌晨3点多 22岁有姓男子骑机车 在22岁有姓男子 到三明区顶三街一间冰浪滩 后座男子发射信号弹 没想到信号弹打动冰浪滩骑楼铁卷门上端 在谈到隔壁钟表行门口 冒出火花与门烟 在骑楼 你一直不怕啊 我小牌啦 一囊探员工见状拿长刀追出 两人逃离现场时在自由路自摔 后座男子先行逃走 骑车男子右脚固折 挣扎爬起时 在游泳池门口被追兵十刀砍 背部删刀 当场血流如注 机车上沾满血迹 坎人男子逞胸后逃离 现场也有大片血迹 与疑似作案用刀谢 男子送医后无生命危险 槟榔滩老板则否认砍人与槟榔滩有关 警方表示 专方各社公共危险罪及杀人未遂罪 与人业征讯已解决案情 动新闻高雄报导 本集完 Please get out of our viewers